基本上我就多做了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呢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就是找TH 所以本來是以那個找Td為主 那現在的話把它改成找TH為主 所以這邊的話我把它改成就是 Gate Elements by TH 所以TH第一列的話一定是大於1 所以其實這個邏輯判斷主要是根據 這個第一列 當成是我們的數量的一個判斷基準 那當然其他列有沒有其他列有 其他列就一個 所以呢 理論上會跑下面的 所以這個輸出其實就是第一列輸出 這個是其他列的輸出 那這樣基本上跑出來應該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應該都OK 我剛剛忘了說原來我要寫一個 把N跟O給delete掉 所以N跟O如果不delete掉的話 那其實後面的平均跟那個什麼 統計期間好像就會顯示 OK 所以呢 這個我把這個 這個可以把它註解掉 OK 就是這個暫時不刪掉 所以基本上跑應該沒什麼問題 OK 所以喔 以後的話如果要跑一個表格啦 當然前提是 如果沒有credit table 哇那真的是滿麻煩的 不過也沒辦法 這個可能還是必經的 因為現在很多的網頁上面 基本上還是有表格啦 如果有表格 目前看起來 應該如果沒更好的辦法 那可能這一招應該是 算是一個 目前比較好的一種解決方法 那最後的話 其實我後來看了一下我的程式 我發現好像 有些地方 其實還可以再把它改寫一下 為什麼 因為這個地方我發現 其實我們去找的是 GateElement by TechName 我是找TH 可是我的變數名稱 卻取的是 TDS 我覺得這樣好像不太OK 為什麼 因為明明你去找TH 可是你名稱 你變成說是TD 感覺會混淆 而且後來我發現 下面這個地方有沒有 我找TD也用TDS 這邊也用TDS 所以我剛剛看一下 好像這樣會 因為其實 為什麼這樣寫 可能是因為 有點像想說 把程式先寫出來 OK 不過最後我是建議 可能還是把它改一下 所以底下這個地方 根據剛剛把它改正確好了 這應該是THS好了 THS 然後 底下這邊也是THS 如果THS大於1的話 這樣比較好看懂 這邊一樣 就把 所有的TH裡面的 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就分別放在 你指定的那一列 所以哪一列 所以哪一列 第幾 追的話指的是藍 所以我用I來決定它的列 追來決定它的藍 這樣的話 它就個別 把資料放到 指定的儲存格 一樣 改了 那再來的話 底下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 反支的話 其實 會有一個叫TDSH 然後 其實 這個地方也是找TH 我是覺得這一行就可以刪掉 為什麼 因為上面都找過了 你再找一次 但是 等於是說 浪費了一個 時間 我覺得 所以這一行 如果上面改正之後的話 下面可以把它debit掉 然後 你說 老師 那這個地方 這邊不是有一個 第一 藍的時候 你需要抓什麼 抓那個TH裡面 那怎麼辦 很簡單 因為找只會有一個 所以 我就把這邊 改成叫什麼 THS 然後 第幾個 實際上這個 這個的話 指的是哪一個 指的是 上面這個 這個 這個 瓜糊鈴 指的是這個 把這個的東西 拿來這邊用 裡面的資料 那你說老師 為什麼 是瓜糊鈴呢 跟各位講 因為 如果你找 第一列以後 第二列以後 那只會有一個 那如果只會有一個的話 一定是瓜糊鈴 因為鈴的話 只是放第一個 OK 所以 裡面的資料的話 就是安部就把它抓過來 所以 如果這樣寫的話 應該會比較 比較 如果跟剛剛我原來寫的 我把它再檢查一下 反正這樣應該比較 比較正確 而且 那個命名的部分 也比較沒有問題 比較沒有爭議 OK 好 那我再把這個結果 弄一下 應該OK 不過 如果你覺得 跑的結果太快了 我是建議你乾脆 把他 設個中段點 那 當他抓獵的時候 然後 讓他逐一的 逐一的去跑 然後你可以看到細節 不然的話 有的時候 光要知道說 這個城市到底跑什麼 你會覺得 好像有點 不太知道為什麼 他就跑完了 那這個應該 第一個應該是空白了 我發現 我記得好像前面 一月二月 有沒有 所以他會先輸出一個空白 然後再輸出一月 有沒有 這邊 這個裡面是要一月 二月 一時類推 然後 因為這裡面都TH 所以基本上 第一月裡面都TH 總共應該 有12個月 一個空白 然後再加平均統計 等於 基本上這個 裡面的總數 Total應該到14 應該14 就停了 OK 然後就跳 所以 基本上0到14 等於15東西 再來的話 下一個 基本上 這個應該就 下一列的話 應該只有一個 所以他不會大於1 不會大於1 的話會跳Ls 有沒有 跳Ls 然後呢 再把這個列裡面所有的TD 通通抓出來 OK 那你說老師 只有抓TD 那TH呢 TH因為剛剛已經抓過了 所以拿這個物件裡面的 因為只有一個 所以就是那一個 裡面的文字 其實應該就是淡水 我記得 把它丟到哪裡 丟到A欄裡面去 OK 就是A欄 然後第幾列 那就第二列 所以淡水應該就丟到這裡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 抓到的東西 就丟到淡水了 OK 其他就是 後面的TD 把它全部跑 有沒有 它溫度 這個後面都一樣 所以 如果你假設 看到結果的話 剛剛讓它全跑了 OK 應該理論上應該沒問題 那這樣的話呢 就一次的 就可以把所有資料 通通都把它放上去 好 那所以 待會我也會把這一段 好了 把這一段把它update一下 因為 看起來好像寫這樣 會比較精確一點點 那請各位 再試試看好了 那畫面再還給各位 把那個剛剛 那我一樣 我會把這一段程式碼 放到 因為我剛剛應該是修正的是 第三吧 所以 待會我會把 這個地方才會修正一下 試一下 剛剛那段的話 我也把它放在 雲端白板上面的第三頁 那就是 叫下載氣溫 然後 IE物件後面 就是03 整個第三段 那主要就是把那個 物件的名稱 重新整 所以將來 其實只要找 你要找的那個 標籤名稱 那給對的那個 就是 命名方式 然後 比較麻煩地方 就是說 還是要 跑回圈 如果你數量是 複數的話 通常會配合 4回圈 但是 如果像 只有一個的話 那其實你就可以用 剛剛講的那個 瓜糊鈴就可以了 瓜糊鈴的話 指的是那一個 所以 那以這一題來看 好像只有一個 table 所以你會發現 我們那個 getElements byTechName 這邊一樣是 瓜糊鈴 好 那再來的話 我們就是要來看一下 有關就是說 如果我希望那個 IE物件能夠有一個 動作 這個動作的話 它能夠切換 那該怎麼做 好